會計師 因為我自己是念會計系的 夢幻職業 我從不知道耶 社畜生活 預備備 大學生們畢業 想做什麼職業 當YouTube幹嘛 會 我跟我男朋友 有在考慮當YouTuber 但是太飽和了 銀行業吧 銀行業 就是我自己是財經系的 收集師 金融業 開咖啡廳 烘焙等 統統上榜 不過現在 新鮮人的夢幻職業是他 哈囉 大家好 我是TVBS的惠仙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聽到這些話 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會看YouTube 而根據求職網的最新統計 也說了新鮮人 畢業後的夢幻職業第一名 就是當YouTuber 沒想過吧 男性畢業生冠軍夢幻職業 由YouTuber拿下 緊追在後的是工程師 以及電競選手 女性畢業生最想當的是 作家 公務員 網站小編 第四名一樣是YouTuber 空服員只排第五 縱觀來看 YouTuber雙雙上榜 人氣很夯 但其實要當YTR可不容易 自由沒錯 可是在前期 你在沒辦法養活自己的情況下 它反而會是你的 另外一個生活中擔 因為你前面沒有收入 所以你必須得靠穩定的收入來支撐 YouTuber最近紅什麼 已經經營六年 目前YT訂閱數多達52.5萬 成員擂包分享 頻道剛創業時 他們五人常要想企業和經營 壓力也很大 直到第二年開始 慢慢有起色 能不能堅持這麼久 其實我覺得很 我覺得蠻重要的 因為就是你的熱情夠不夠 也就是說年輕人有夢追當然好 但YTR圈子裡 其實現階段已經飽和 得有特色 鎖定哪些客群 如何培養粉絲 都是經營重點